每一张网 这边是瞎子打野这一把 这把相当中当又是物灵一种 上一把我们家下路设置应付 所以可以选择抓下路的 这把是抓不了的 但这把可以这样摔乖的 从这边没有带点蓝 上一不够的 让他们两个发育 所以加班重 看到萌萌这么辛苦 你们还不给萌萌点个赞 点个关注 把关注点一下 关注跟订阅赶紧点一下 我打韩服也带黑暗瘦哥 只是看打什么英雄吧 看阵容啊 中农不缺伤害的话呢 可以带前期带雷霆就好了 如果说比较缺伤害的话 得带黑暗瘦哥才行 后期的话伤害不足 他伤害不够 寡妇的话有机会 可以给他玩一下 不急 蜘蛛数字还是比较偏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三分三十秒 一个成绩就好了 就这把你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舒适的话 至少比瞎子要快一点 先走 他摸眼他就死 好 OK 直接站住就好了 因为摸眼之后 没有互盾在身上 调记放WQ1起来 往这边走 很先把他一躲了 直接一到就好了 这是假的 加速 他想杀我QW杀不死我的 Q下他就直接死 我故意去勾引他的这一波 他没有视野 没有一眼的 他只有闪现WQ 但他没有闪现 他只想QW 我肯定是B451 他没视野 这把阵容属于后期阵 我们把这个装备的话做法权就好了 不用做了一个法穿鞋 叫两个残屎英雄 两个残手 如果说我们下路帮我打野怪的话 他们上线就会变慢 变慢的话抢不过对面 他们对线就是烈士 说选择直接一伤去A就好了 下着腰过来了 这人不用管 跟丢杀就好了 这人给一起摸一下 注意一下走位 不需要走位 直接站的不动A就好了 我服了 哇 这么高三 双Q 有点厉害的这个 哪个孩子 中单不见了 看来有没有双W 赶紧卡双W 先直接跟他打 有很多小兵在的 安波兰剪 这样就不会一道小兵 先升5G 我可以直接升5G 但我不想 不想 就是让他对 对我失去兴趣 A抢往后走 想要打不害怕 不要过来 他没有过来 我们直接抢的野怪就好了 先给他打一套就好了 把瞎子骗过来 瞎子打野怪 一走就好了 看到没有 瞎子被骗过来了 打一套就走 注意一下走位 然后站的不动A就好 他没气冷的 A不死我 他没带雷霆 但是征服着 越打越猛 但是他是杀不死我的 对面两株 也会进去收一下 我刚刚没办法走位了 被那个 在下午那波死的话 是因为我被卡尔玛 W定住了 走不了位了 卡尔玛定住是禁锢的 你不能动 这个野怪怎么出来 这不涨血 往这边拉扯一下 往下边带一下 带过来 就让瞎子把我们野怪抢了 然后这个地方打 再把核蟹打了 瞎子还上过 他就控虫子去了 这把的话 双方又没有带线的因素 这个虫子不重要 主要是要控好小罗 但是我们不要让瞎子 打这么开心 走位躲他E 到他就好了 他没6只 先A一下给个E 然后再刷瞎子 他没办法接大招了一下 来继续 先摸Q一下 往后撤A1W 都两下 追着走 往后走不要站路了 丢他瞎就要舔 舔哭我了 看戏就好了 他吃我没关系 我有E的 只要出来之后 等躲掉 好一个QJ带着 摸一下给个E 好 等他击飞 这边再Q他 A一下 往前走 血最少的是真的 因为我刚A了一下 黑暗收割 他不两个血 不可能吃拼的 这波布朗朗 瞎子把这个先锋 全控到了 就干扰他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 就是双野怪 回家 把专门更新一下 准备打小罗 瞎子要打小罗 对方去限制一下 可以打小罗 这把没有选择做法穿鞋 因为我们正能 四个AP的 我觉得他们 不经常打架 打架没对面厉害 我们就 就那个随缘 打架就看随缘 要打就打 无所谓的 我就出法墙 帅快一点 对啊 塔姆可以吃瞎子 他们这波就能打的 但是我故意依塔姆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不让他去吃到瞎子 瞎子的话 被迫只能往上跑 我们把瞎子秒了 然后再跟队友 组合龙混击就好了 这波可以先抓下路 因为下路在压线的 先开扫描 切人进来过去 等无形猎手刷新 先给一刀 先Q一下最近的单位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杀一只谁了 等龙王飞过来 这边选了一他身上 增加个外伤害 对一下直接走就好了 因为我们已经碰不到一只谁 我们把技能全部都灌给辅助 因为马上被禁锢了 被禁锢之后 你是不能放Q了以后 好了 然后我们这波 刷上这个红咒 可以往这边走 继续抓下路 由于瞎子的话 这波是选择抓了一波上路的 我们可以往上往下走 我们绕过来就好了 看他回不回 天使贼R到了 先Q处理一个 选择一他身上一个猪权Q处秒 怕他回去 但这波我们一直盯着 他的那个就是影子 这边是没有视野在的 那可以继续动一波 这个地方做了一 这个眼围做的很细节 很到位 寒冰是有意见在的 我们可以稍微拉扯到这个地方 等一到寒冰一套几秒 一到天上 把后面的等进锅消除再下来 不然后我们会被晕住的 想让他踹两个 先Q一下 有个EW 然后再A一下 蜘蛛先来Q带走 后下品也是最好 妖际来了 咳咳 所以我们先注意一下走位夺E 但他不敢杀我了 妖际W还没有好的 一起来QW夺了 直接追在A就好了 往前追 这不是他有E了 小左微扭一扭 用小猪胆 不然再追了 再追要出事情 他可能要 我们这件事一倒 撤就好了 那个又大招了 寒冰有大招的 寒冰大招好了 这个辅助为什么E我们家队友 先给E先中 先Q一下 远程别Q一下 要这个地方我们先撤一下 不急 等下周前Q 抠死你 反手 再跑起来 再飞 漂亮 再支 没关系 还有1 2 3 飞 保障姐做一下 这把的话 对面其实AP也是比较偏多的 还是我们第二件把脱身做一下吧 因为我们这边4个AP 先出法川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对面 我听到还是全部进去 等队把这眼牌了 牌完之后我们去抢那个 虫子去了 把虫子打了 没注意时间 不然我放惩戒了 打了快一点 让他们俩先打起来 好 下着出Q了 我们可以上了 先先一青蛙 把青蛙秒就好 他没有魔看的 用小猪咬就好了 不急啊 先Q一下 好 这边Q一下A他就好了 看他会摸烟走 为什么要这波先秒青蛙呢 第一他身上是单纯的血量值的 他身上没有魔看的 我们去打对面的虾子 打完一套 他一个大刀吃 我们不能再集火虾子的 所以说虾子可以卡两个Q 几点 我们可能会出事件 他可以瞄我的 如果说我们先把青蛙秒的 因为他没有魔看 我打他一套 伤害很高 我身上的话是法穿鞋 加上小法穿 装备太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先解决肉 我们打他很疼的 真实伤害 单纯的血量没什么用的 虫子的话呢 可以帮你推塔 就是打那个虫子的话 你打的越多 你有灼烧防御塔的效果 你A一下防御塔 有灼烧效果 叠到四虫之后的话 每次A防御塔 每十秒钟会多一只虫子 就帮你一起推塔 推塔会更快一点 还有青蛙杆要叠的 监视者给一只 追者A就好了 好 咱们继续推这个防御塔 好 对面上票了 对面上票了